這位教理都好討論到國中會客 台南市市長的委託第一天再起的 正恩科長來實踐建中的風格狀況 希望可以讓所有的學生都在最愛安全的經驗 之下進行客企 從面前我們看到一陣子很多的學生 就來到台南新亞的新亞各種 準備要來參加國中會客 這是客企第一天一陣子的委託 也因應他已經變嚴重的關係 讓他的經驗是對於提升 市長的委託也來到現場來視察整體的狀況 這幾天疫情蠻嚴重的 所以我們特別特別要預請家長跟考生大家體諒 今天沒有辦法讓大家陪考 但是也就是因為疫情嚴重 所以父母親會特別擔心孩子去考試 他的安全跟健康 所以我們考場工作人員 就會做好妥善的考生的服務 盡量避免疾病的傳播 能夠讓考生的安心應考 剛才講到去考場之前要先量體溫和消毒以外 在在考場的時候也要專程來打水 到底也都有隔板來隔開 即使沒有開放學家長來背課 當然在營餐的部分也都會有相關的因應出示 基本上就是遵守幾個原則 就是這個不陪考 然後這個考場有量測體溫 然後對於身體不適的考生 有另外的專用的備用考場來提供 然後這個其實整個的過程 還有一個就是在台南比較特殊的就是考場 就是要用餐的時候有這個隔板 可以避免彼此交談造成的飛沫或氣溶膠 雖然說剛才非常失誡 需要配合工業 在這兩天的時間來可能會帶來很多不方便 不過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 也是需要全部來遵守 特別因為客氣的關係 就讓工業出現漏洞 接下來各自民生涯区採訪報道